歡迎收看 觀眾朋友 今天小班師傅 要跟我們五根藏旺 好吃秘訣 更好吃的五根藏旺 今天更好吃要交代一個秘訣 這怎麼已經有 麻辣鍋的味道 沒錯 很重要的角色 開胃的 這個酸菜 這個好香 那個香氣 還有飲食 很好 有感覺了 你看這鍋補補補補補 你看像我準備白飯了對不對 很濃郁 原來希望這個方法就可以入味了 沒錯 是不是很適合 天氣涼涼的時候吃的菜 冬天就是要這個 愛用花椒 煮小火 愛加酸菜式 又愛加陰性 到底好吃五根藏旺 還有什麼祕訣呢 帶筆快剩好 我們準備開始了 帶筆快樂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FLY 潘瑋翔歡迎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潘瑋翔 怎麼辦 現在天氣開始冷了 可是有時候就懶懶的 就 反而沒有什麼胃口 所以覺得應該要吃一點那種 辣的啦 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味道比較重 所以我們今天來教大家 做一個好吃的 好吃不夠 更好吃的五根藏旺 就叫更好吃五根藏旺 更好吃五根藏旺 所以就六根的意思 多一個更 認真來教大家 來 五根藏旺還沒還沒 來 今天更好吃 就要教大家一個秘訣 這個很多人應該在家裡 都有煮過五根藏旺 對 但是這個鴨血處理 這個要很注意 鴨血如果處理不好 就會有味道對不對 鴨血當然看你要吃厚還吃薄 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像今天現場的時間 我們就把它切薄一點 它等一下比較快 入味 對 入味就是更好吃的秘訣 入味是更好吃的 入味是更好吃的 鴨血最怕不入味 裡面水水的 好像生水就不好吃對不對 這鴨血切的時候刀要來 要前後露一下再下去 對 前後露一下再下去 來 大片 大片 好 這個鴨血 好了以後 要怎麼讓它入味 怎麼入味 鴨血一定要煮過 要煮過 一定要煮過 但是用什麼東西煮 來 有 您這個水怎麼髒髒的 這個水髒髒的對不對 這個不是煮過一次鴨血 所以更入味的水 這個裡面就是有祕訣的 這個裡面有放什麼 有香料 我看到花椒 來 你怎麼知道 我看到上面有 五根藏旺就是要麻香 麻香味 所以你看 所以你連汆燙 鴨血的這個 都有秘訣就對了 你一定要有這個花椒 有了花椒之後 丟一點點鹽巴 鹽巴讓它滲透要 讓它那個火水有沒有 小火可以走出來 這個五根 那不然它清水在裡面 五根藏旺叫藏旺 這個在貴州就是四川 他們這個鴨血 就叫旺 翁 所以你應該如果有去 大陸的話有聽過一道菜 叫做毛血旺 有 有毛血旺 血旺就是這個東西 這樣 你這個只有加花椒嗎 這個這樣子 對 花椒跟鹽巴 鹽巴 稍微把它剝開 煮個五分鐘 我們要煮個五分鐘 煮五分鐘的過程當中 那個花椒味 原來這個 更好吃的祕訣 就是鴨血要前置處理 處理的時候不只汆燙 而且汆燙的水 是有動過手腳的 加花椒 去腥亭味 去腥亭味 五分鐘 對 煮一下 麻辣鍋的味道 沒錯 其實你看 這個樣子煮完之後 有沒有 五分之兩 你看這個 就是要這樣 你看吃那個鴨血 就是要這個樣子 而且每一個 有沒有 腥味就不見 花椒味就入到裡面去 所以更好吃的祕訣 第一個就是這個 對不對 對 鴨血要處理 繼續燙的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要泡的是不是 對 把它泡的就可以了 好 五根炒黃更好吃的秘訣 就是你要慢慢去煸炒 一個一個來 慢慢煸炒什麼這些嗎 來 我們就一點點的沙拉油 當然 你如果有豬油 用豬油也可以 就來煸炒這個蒜頭 現在這個 蒜末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分布講解 對 因為我跟你講 剛剛有講到天能的 這是什麼 蒜頭 薑 薑跟蒜 薑味跟蒜頭 對 都來 都來 這不怕 這台灣人的口味 對 沒在怕 這樣把它煸香 一定要把它煸香 有香味道 蒜頭味道 你會在快炒店裡 就使用蒜片 對 薑片 我們今天用的是 在家裡要味道出來更多 對 這個是他們準備的那個 麻油 麻油或香油 都來一點就好 不用太多 好 好了以後 這個也是 五根蒜旺裡面的一個 秘訣 沒錯 很好的味道 很重要的角色 開胃的 這個酸菜 酸菜要把它浸過水 稍微水的比較不會那麼鹹 不會那麼鹹 不會那麼鹹 好 可以炒炒 這個要慢慢炒 炒香 你說炒到很上色嗎 不用 不用炒到很上色 等一下會上色 不用炒到上色 可是我看也沒有辣椒什麼的 五根蒜旺 來 辣椒當然很重要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 平常是這時候冰糖加熱 就是台語的加糖色 讓它有一個甜的味道 這時候就會加什麼 豆瓣醬 辣豆瓣醬 辣豆瓣醬 或者是辣椒段 對 但是我今天 鳳姐 我跟妳講 每次來都帶好東西給妳 今天就是加一個不一樣 不一樣的 這個三個字妳會念嗎 辣到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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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這樣 沒有 這個是我找到很棒的 一個辣椒醬 豆豉 辣椒 對 純手作 沒錯 其實這個豆豉 辣椒 它這樣經過純棒發酵 它那個香氣 其實比辣豆瓣來得好太多了 我告訴妳 我給妳試試試看 這個絕對是台灣人 咬它的口味 來 一點點 一點點 妳蘸一下 它不會太辣 我跟妳講這個辣 我在家裡放一罐 好香 這不是一般的那個 不是一般 直接可以拌麵的那種 對 來 趕快 不是一般什麼辣豆瓣醬而已 很香 妳就用這個 很香 直接丟下來 而且剛剛 它裡面好像味道不單純 味道裡面有很多 一般的話應該就只有辣 然後有一點鹹這樣對不對 對 它這個還有很多綜合的香氣 它就是有很多中藥級的香料 中式的辛香料 它已經有加了香料進去了 來 我們五根材料知道要麻 要香 我們用什麼 花椒對不對 可是妳看我們今天都沒有炒什麼 花椒油 沒有幹嘛的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 辣肉店的辣椒醬 就直接下來炒 很香 顏色就出來了 馬上就搞定 這個也好香 那個香氣 還有它不香 鳳姐 妳有沒有吃辣 再加一匙 好 這個天氣要 這個真的不辣 對 因為我們改天划船的時候 才不會冷 回甘 因為它那個有豆子的香氣 你知道 所以它就 這個甘味 然後它應該有調過味道 所以它也有這個 什麼鹹香 甜都有 這醬油膏 兩大匙 所以就很方便就對了 很方便 這個台式的字很方便 直接可以代替一般的豆瓣醬 直接炒一炒就好 它更好吃 醬油膏 米酒 把它煮開 所以這個是你更好吃的 終極秘訣就對了 我跟你講這個 滷牛肉 炒飯 然後醬油膏 拌一點的辣椒 這樣拌一拌 淋在蔬菜上面 一下就搞定了 這個拿來燒牛腩應該不錯 做牛腩乾拌麵 沒錯 好了以後來 就直接把我們剛剛這個 壓協 壓協 所以最主要是這個味道要調對了 這個味道調對了 然後那個 裡面的那個水的味道去掉 有一點麻辣香 對 把這個壓協 你看這樣Q彈Q彈的 全部丟下來 這個味道對了 其實你看 你在家裡 這樣煮好一鍋 你剛剛說會冰的 我跟鴨血 是不是冰的會變硬 會變硬 你拿出來 再把它吹一下 它就軟了 對 所以這個在家裡 煮好一鍋多方便 可是還有大腸 大腸也是這種方便 大腸 因為我們是熟的 直接丟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應該是 做來已經可以直接拌麵吃 對不對 也可以料理 也可以直接拌 妳真的很聰明 最近之前都那種乾拌麵 乾拌麵 都很流行對不對 所以直接買麵拌這個不錯 自己燙一燙 加那個就可以了 來 長 這長滿多的 很多 長長久久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長丟下來 很好 有感覺了 好 來 這個時候要稍微燉一下下 燉一下下 加一點點水 加一點點水 不要太多 看你要吃乾的吃蛋 你們如果要加飯 你就水量多 好 如果要吃乾的也沒有問題 好 好 我們讓它燒一下下 謝謝 好甜 讓它味道融合在一起 對 讓它味道融合在一起 要煮多久 這其實因為我們的 大火剛才已經煮過了 然後我們的燙也都已經熄了 其實讓它滾一下 3到5分鐘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3到5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讓它稍微燉一下 對 不會 炒等一下 好 你看這個鍋 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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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有沒有 好香 你看這個腸子也軟了 對 是鴨血也軟了 也入味了 這樣子 其實就可以 然後最後呢 這個很方便 不用再炒那個 就直接兩匙下去 對 你要吃多一點 就像我加到四匙 你看我整個芯果都燙燙燙 就家裡面有這些東西 要知道怎麼用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只要用一點點 太白粉水 不只是拌麵 你看還可以煮這個 還是 加一點太白粉水 勾籤 我要火給它一點水 關火嗎 不用 一點點 薄芡就可以 好 薄芡 切一下 晃一下 有 有感覺 薄薄 薄薄的芡汁 最後 來 五根腸旺少不了 對 酸啊 酸啊 撒上去 彎彎 好 關火 拌一拌 好 這是 下面點一個燈對不對 五根 五根腸旺其實是一個 很有名的菜 你知道嗎 它原本一個什麼 五根腸血 不大好聽 所以改成叫腸旺 所以連這種爐都叫五根爐 對 把它放下來 一道菜好吃到會專門設計一個爐子 叫五根爐 對啊 所以你看這樣煮一鍋 多麼受歡迎的一道名菜 家裡再買一個這個爐有沒有 讚 冬天多好過 太讚了 更好吃五根腸旺 沒想到一罐冰箱裡的醬料 對不對 對 放進來就可以了 就讓它加分 加分 再加分 來 趕快來 試吃 這個香氣 很濃郁耶 我們的香辣醬 因為你想要這麼方便 用那個醬就可以做了 因為香辣醬裡面有很多的 很好的中藥材 我跟你講中藥材 大家都以為中藥材就是中藥 不是 中藥材只是比如說八角 茴香 花椒 很好的中式辛香料理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中式的料理常常已經在用 對 因為它做的過程當中 它就是已經把那個味道 就給逼出來了 所以你直接 人家說有沒有 有時候煮本要淋出香料油 直接加這個 就是那個道理 這個 QQ的 這鴨血吃起來就很香 入味 有人先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入味了 沒錯 就是這個方法 媽媽一定要學起來 用一點花椒水 先把這個阿花三三的 煮煮的 五分鐘就好了 對 去腥入味 好好吃 是不是很適合這個 天氣涼涼的時候吃的菜 更好吃 而且好方便 就冰箱那一塊拿下來就可以煮了 對 所以你不管是在 就是你在家裡 你比如說你煮飯 煮麵 最主要是它的味道很豐富 它不是只有那種像辣豆瓣 加那個單純的鹹跟辣的味道 對 它有很多香料的味道 所以平常你其實煮得很少 應該是要加給什麼 花椒粉 然後芭蕉 它都不用了 這裡面就有了 直接就有了 而且真的是整罐很香 也就是你直接吃也可以 然後你要拿來做料理也可以 其實像我自己在家裡用這個 有沒有 所以只要煮一煮 一匙醋 紅油炒熟 馬上就有 炒熟 我家有炒熟 對 馬上就有了 所以推薦這個更好吃 五根腸黃給大家 好 冬天就是要這個 現在還沒冬天 秋天就開始了 對不對 就是這個 幫我們自己補補 對不對 其實都是很好的蛋白質 沒錯 接下來 這罐香氣多層次的豆豉辣椒 過去當作出什麼樣的好料 這個獨門配料裡面的 我剛剛有說過 它就是選用中藥等級 因為為什麼中藥等級 食品級就是一般的 它是高檔一點就叫中藥等級 對 因為其實就像 比如說像花椒有沒有 你如果黑黑的那個不好 灰色也不好 你就要買整個紫紅色的 這就是挑那種的花椒 草天椒 也要有一個特定的產區的 這樣子獨門的配方 然後慢慢炒 慢慢炒 炒好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以上 然後所以 那不是整間屋子都辣得不得了 很辛苦 所以你看看 你看你只打開 你看裡面 有的都這樣 水水有沒有 它都是料 它都炒成這樣 糜糜 它沒有什麼 都是料 對 都炒成這樣糜糜 然後你看那料就很多 而且特別它選用這個黑豆豉 黑豆豉的甜度 比較香 會比較香 因為味比較長 對 乾性的比較強 比較甘 所以你看這些都 鹹 這樣聞就很香 所以你現在如果喜歡吃什麼麵 對 家裡面煮一煮這個下去 今天用這個辣椒 我們來做一個香辣滷豬腳 這個可以滷豬腳 我跟你講滷豬腳就是要加辣椒 真的 滷豬腳加辣椒 它那個香氣很迷人 而且解膩 這只是味道很香 對 那個豬腳會提升很多 會解膩 好 來 好 來 滷豬腳 煮豬腳 一點點油 然後來煸香 這很簡單 這真的是媽媽 你如果在煮的 你如果這罐回去 好 真的絕對有到味的 我們現在把這個 薑片 把它下來爆香 我個人喜歡薑味種 所以我薑下的比較多 你如果不要這麼多 你也可以剪半 好 我們就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 紅蔥頭 薑 蒜頭 紅蔥頭 都丟下來 用紅蔥頭 對 用紅蔥頭 來 蒜頭 把它丟下來 很簡單 這個要把它爆香 好 因為這個比較大顆 我們先爆香 爆香 爆香之後待會兒要等蔥子 好 其實你看 我們在一些滷肉的時候 有時候有沒有 都會有人把 等整條的辣椒 對 加那個香味 對 有時候那個香氣 就是要那個香氣 它不是要辣 這個香氣 它不是要辣 可是我們今天是有香氣 也有辣度 因為它都已經炒在這個裡面 對 它整個都在裡頭了 它用三個小時 再慢慢炒 沒錯 還有黑豆絲 正宗的雲南口味 對 因為一般的都水嗎 它都沒什麼水 都是料 都是料 整個都料 沒什麼水 我們來加一下蔥段 好 好 拌好香 拌好香之後 我們待會兒淋一點紅糖 紅糖 淋一點紅糖 下一點紅糖 等一下可以幫助我們 在滷的過程當中 它更上色 就是醬色 恰酸 對 這是恰酸 淋一點恰酸 好 吃紅糖 大家想一下 恰酸 恰酸 用腰菜 稍微炒一下 讓它有香味 香味 香味 對 稍微炒一下 這時候 來 辣椒基本上就可以下來了 辣椒 就是這罐 辣椒基本上就可以下來了 這個有很濃郁的香氣 的辣椒 香辣滷豬角 這都料 對 都是料 香辣滷豬角 油油 水水一堆 兩大匙 來 然後讓這個豬腳也有辣 來 這個豬腳買回來之後 汆燙 汆燙好 來 豬腳 有小 豬腳 很簡單 有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們要先把它炒 先讓它上色 上味 對 讓它的味道都在裡面 有沒有 炒炒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黑糖的關係對不對 其實 焦刷 紅的 對 媽媽 妳買回去 妳是否要滷豬腳 妳剛才拿五花肉片 它就變成什麼 火鍋肉 有那種炒 對 把它炒一炒 它也很方便 這也很方便 而且我剛剛講了 它一直跟辣豆瓣不太一樣 因為它辣椒的成分 蒜頭的成分 還有其他的香料的成分 比辣豆瓣來得更豐富 所以它有的層次味蕾又好一點 好 這個我們 醬油 150CC 一大杯 150 沒有 這要加兩碗 它比較少 來 再來 蠔油 不是豆油膏 是蠔油 蠔油 對 香蕾 煮得滾 這要多少五十 這一百 一百 對 這的豬腳是兩斤 兩斤 這稍微把它這樣燒一下 它這個跟一般 沒有吃過辣辣的豬腳 可是這樣聞起來好香 對 你跟一般 而且顏色你看很漂亮 對 先讓它燒一下 燒一下 它讓它表面稍微加一點熟 所以你現在又乾乾 對嗎 你乾乾稍微把它吃一點熟 讓它燒一下 它的味道和它的顏色 對 都讓它先上 加色 其實上了以後 你看這樣其實都上了 對 上色之後我們就來加 來 兩個東西 第一 不是水嗎 這個薄膜在這裡 薄膜 可樂乳豬腳 黑麥汁比較健康 剛才用 黑豆 黑豆 黑豆做的辣椒醬 黑麥汁 都黑的 黑金系列 用黑麥汁進去 也甜度 養分 會比較好 它會起泡 因為它有碳酸的效果 也可以讓這個豬腳軟化 黑麥汁 我還沒有試過用黑麥汁來滷豬腳 來試試看 黑麥汁真的很不錯 其實你黑麥汁跟辣椒的香氣 混合在一起很搭 我會平起 這個是什麼滷包 這個就是萬用滷包 萬用滷包 真的耶 很搭耶 有沒有加都可以 再來我們要讓這整鍋 辣中帶乾 乾中帶辣 來 兩顆麥汁 兩顆麥汁 拌勻 拌勻 好 我們就這樣讓它滷 滷多久 滷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滷一個半小時 好 要滷一個半小時 滷的過程當中你去看 你在鍋上煮的話 你會有時候加一點點水 加一點點水 因為鍋比較容易會燒乾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滷它 小火嗎 對 小火 小火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九十分鐘 對 好 稍等一下 一個半小時 來看看 九十分鐘之後 對 驚人 看一下 一個半小時 你看皮脂熟耶 有漂亮嗎 有沒有 這是黑麥汁的關係嗎 對 黑麥汁的關係 你這樣子 醬油 黑麥汁混在一起 像這樣 筋筋 然後這個 要好吃有沒有 我們看到這個皮 一定是要這樣子 端端端 是彈的 來 就可以關火來撞 好 豬頭要好吃 就是要滷到的Q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 這真的是餐廳的菜 對 雞 豬頭就要在柔 柔柔柔柔 香腩乳龍角 這個汁好 濃油刺醬 要給它來一點點 漂亮 它其實就是要有一點點辣辣的 柔柔柔柔柔柔 它不是什麼辣椒 來調味 加上黑麥汁滷到頭 鹹鹹到味 QQQ的路底下 等一下 當作來試試看 一開始下去不會有 不會 後面的尾韻 對不對 後面的尾韻起來 有一點辣起來這樣子 對 所以你滷了這個豬腳 我感覺起來 變有層次 對 然後那個甜 又不是那個死甜 不會死甜 對 因為是用那個黑麥汁 黑麥汁 你看滷完那個顏色 很亮 很漂亮 一般要做這個顏色 都會想說是不是加了色素 對 沒有 有黑麥汁 完全沒有 純天然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那種 純天然的顏色上這麼漂亮 黑麥汁 就要加一點這種 可是我說真的 你如果只有這樣加 你沒有加那兩匙 這個豆豉 辣椒的話 它層次不會這麼豐富 因為你剛剛加的辣椒醬之後 我們講一般都加辣豆瓣 辣豆瓣出來的 它就不是這種清爐的感覺 它這樣滷滷 你看辣椒的味 對 最主要那個辣椒風味很豐富 層次很多 所以你做出來它就會有韻味 所以我們剛剛說這個 香辣乳豬腳有沒有 那個乳豬腳一般都鹹味而已 你看這裡有那個鹹鹹的香味 會彈 會彈 兩匙下去會讓你的乳肉 味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層次更豐富 對 所以教大家回去家裡 滷豬腳的時候 加兩匙香辣醬 保證你有想不到的口味 不一樣 原來這還可以滷豬腳 真的是很棒 果然是炒三個小時的這個辣醬 下去之後再滷個九十分鐘 就四個半小時 對 就完全不一樣 層次不同 是的 謝謝 謝謝鳳姐 謝謝 冷冷的吃 香煎的魚排 餐廳的料理 怎麼會煎到這麼酥 這麼好吃 不用煎嗎 不用 我把它蓋一下 蓋一下 一分半鐘 翻個面 再一分半鐘 這樣就好了 沒錯 好漂亮 這就是餐廳的感覺 對 有脆度 有鮮甜 有水嫩 全部都在這裡面 而且還有魚的原味跟那個 一點點檸檬的味道 彷彿吃豆腐 真的 因為老大人這麼開心 很多是紅糖 又入煎的 因為要香煎摘 大火 點檬 好 點檬 摘